尽管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罗姆尼处于上风 但桑托勒姆、金利奇和保罗仍然积极竞选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 禁止国会议员利用职权便利购买股票在市场上获利 希拉尼克林顿委任住缅甸大使 但清该国改革路途遥远 加州官员展示在街上被盗名贵车辆 他们会被贩卖去亚洲 纽约国际汽车展展示出一辆飞车